好来看到吉安乡长游淑珍上任之后 非常的重视乡内的公有零售市场的整体环境 以及耐震的安全性 6号上午乡长游淑珍在建设课长的陪同之下 还有乡名代表刘静雯、黄登科、苏文匠 以及北昌村长刘文贤前往北昌市场 为了满足在地乡亲采买民生物资需求 乡公所透过整体安全性的规划 提升场域通透性与耐震安全 日前也鉴由施工前说明会 针对市场内摊商以及邻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后续将会陆续开启第二第三阶段的改善工程 今天开始是我们北昌市场工业厂 V动建筑耐震补厂的工程 它目前的工程部分是在6月28号申报均补 这一次的据补厂我们要求摊商部分 把一些委员部分把它开除完成 它主要只有部分是在对市值支付出这部分做破组的机会 吉安有三座的工友市场 北昌市场是第三个完成结构补强工作的一个市场 也是我们在吉安乡人口数最多的北昌村 几近九千人的这样的一个村别 所以它的需求性是非常必须要的 在我们第一期完成那一项补强之后 也把过去这个违章跟所有不适性 不合现真的一个标准的地方 全部予以拆除跟改善 那现在通透而且宽广的市场呢 还有第二期跟第三期必须要来完成进行 第二期我们可能来做一个市性的安全性的规划之后 第三期必须要来做一个整体改善 或者是重建跟所有的产业规划 移进我们北昌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目标来作为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整个吉安乡在市性移居 我们也能够提供产业链在社区里面 就近来让创生的这样的一些氛围 在市场在我们工友的部门里面一个一个来逐一执行 工程内容针对旧有顶棚行架结构进行柱头加固 钢棚除锈上漆和屋顶破损修缮 北昌工友零售市场建筑物耐震补强计划 或进击部核补工程款新台币123万3千元振 相知筹款新台币13万7千元 而总工程经费达到新台币137万元振 记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导 这一条币13万 杰安乡采访报导 广告导